以世傑書第十四章 有幾位以色列的長老來見我 他們和我坐在一起的時候 這個信息從上主臨到我 人子這寫長老在他們心裡立起偶像 擁抱那使他們陷在序裏的東西 為什麼我還要聽他們的請求呢? 你要告訴他們 自告的上主這樣說 以色列人在他們心裡立起偶像 陷入罪中 然後又去先知那裡求問信息 因此我 上主要給沉迷拜偶像的人應得的答覆 對於那些背離我去拜可憎的偶像的子民 我要這樣奪回他們的心思、意念 因此你要告訴以色列人 至高的上主這樣說 你們要悔改 離開你們的偶像 停止一切可憎的罪惡 那些拒絕我 在自己心裡立起偶像陷入罪中 又到先知面前求問我指示的 無論是以色列人還是外族人 我、上主都要回應 我要對付這樣的人 使他們成為可怕的尷尬 怕他們從我指文中剷除 這樣你們就知道我是上主 如果有先知受騙傳達一個訊息 那是因為我 上主欺騙了那位先知 我要揮權攻擊這樣的先知 把他們從以色列民眾中剷除 假先知我尋求他們引導的人 都要因為他們的罪受到懲罰 這樣以色列人將學會不偏離我 不讓罪顛悟自己 他們要作我的指文 我要作他們的上帝 這是我至高的上主說的 這個訊息從上主臨到我 人子假設某國的民得罪我 我揮權壓碎他們 折斷他們的糧食供應 降下饑荒消滅所有的人和動物 至高的上主說 那時即使羅亞但以利和約伯在那裡 他們的義也只能救他們自己 不能救其他人 又假設我讓野獸入侵那個國家 殺死他的民 使那地方良危險 以至無人敢經過 至高的上主說 我只著我的永生起誓 即使那三個義人在場 他們也不能救自己的義女 他們只能自己得救 那地卻必定荒廢 又假設我興起戰爭攻擊那地 派避敵軍來消滅所有的人和動物 至高的上主說 我只著我的永生起誓 即使那三個義人在場 他們只能自己得救 卻不能救他們的兒女 卻不能救他們的兒女 又假設我傾到我的烈路 讓瘟疫進入那地 把人和動物全都殺死 至高的上主說 我只著我的永生起誓 那該是多麼的可怕喔 然而必定有幸存的人 愛到者女和你們一樣 都是被老到巴比倫 你們要親眼看見他們 當我邪惡 這樣你們就會對我 在耶路撒冷所作的感到好過些 當你們遇見他們 並看到他們的行為時 你就會明白 我對以色列所作的 並不是沒有理由的 就是我至高的上主說的